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,奥巴马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当中的角色 之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取的一些行动导致和谈破裂 克里在星期五说,如果以巴双方没有意愿为和平采取建设性的步骤 美国为此可以投入的时间以及努力也是有限度 他还说,美国的努力不是无止境 不过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星期五晚间表示 美国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人员可能会在星期日举行另外一轮的谈判 他还表示,双方在最近几天里所采取的令人遗憾的危害和谈的行动 以巴採取的行动包括巴勒斯坦寻求联合国的进一步承认 以色列正是取消释放第四批巴勒斯坦寻犯的计划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继续修建定居点,也都会令到谈判带来再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